現在開始宣誓 一直到他當選總統 做人總統 絕不喝酒 借酒有什麼困難 大聲幾乎激動到手跟著揮舞 國民黨中評委趙守博 中評會上要求韓國瑜賣個禮貓 他說我在睡覺之前都背心經 你練心經跟喝不喝酒是沒有關係的 庶民是不會接受的 他如果能夠有堅強的意志 做這樣的宣誓 我想對他是加分的 強調借酒不難 期待韓國瑜為選情加分 只韓國瑜過去就曾被爆料 愛喝酒出名 我愛喝酒 愛交朋友 愛大聲唱歌 韓國瑜在當立委期間 他自己到處演講都說他花天酒地 人家就是我敬你一杯 有的人熱情一點回三杯 他是回十杯 他是一個人家敬你一杯 他回十杯的人 喝酒海派形象 似乎已經和韓國瑜緊密結合 但高雄市新聞局長王潛秋 護主不遺餘力 有一種冷 叫做媽媽覺得你冷 有一種醉 就是關心你的大佬們 擔心你會醉 可是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那麼喝酒不需要被污名化 飲酒甚至是餐飲文化裡面 非常精緻文化的一環 那麼市長在就任以來 從來沒有一次喝酒過量過 大佬喊戒酒 幕僚幫解讀是大佬怕你醉 討厭大佬的話 戒酒有什麼困難 三位新聞中好不好 好